A.S.E.P. 336 Lilis Lilis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数种措施 A.S.E.P. 336需被提供一个6公尺乘6公尺的生活区 并定期维护 维护及其他所有需要直接接触A.S.E.P. 336的任务 都只能由女性进行 A.S.E.P. 336可能会提出对家具或其他物品的请求 然而是否同意请求 需要根据A.S.E.P. 336对工作人的配合程度而定 并要由Alexson博士批准 拒绝其对异常或遗现物品的访问请求 在A.S.E.P. 336的嘴部 装了一个声音调制装置 由零级人员每周进行检查和维护 当二级或以上人员需对A.S.E.P. 336进行测试时 可使用一组六位元密码解锁调制装置 当出现该设备因故障或意外失灵的情况 应遵守局部封锁的程序 直到A.S.E.P. 336会隔离 描述 A.S.E.P. 336外表是一名二十多岁 肤色苍白的阿拉伯或中东籍女性 在最近一次体检中 A.S.E.P. 336身高1.73公尺 体重68公斤 丧幕不需要睡眠和饮食 并且不会受到衰老或其他任何疾病的影响 项目在解剖学上来说是人类 除了其大腿和肖腿上蔓延出的皮肤异常 那里的皮肤出现了类似爬行动物鳞片的结构 A.S.E.P. 336的态度冷漠超然 并表现出极为逆向的举止 项目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分析能力 并在大多数的智力测试中 获得了95%或以上的成绩 当A.S.E.P. 336需要一面镜子时 态度会出现明显改善 此时注意到项目显示出高度自联 并有长时间欣赏其倒影的形象 人类直接铺路于A.S.E.P. 336的通常发生 会受到两个效果之一的影响 取决于测试对象基因组歪染色体的存在与否 缺乏歪染色体并具有原本健康的生殖系统的测试对象 会出现莫名的不孕现象 这种不孕现象的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但与铺路时间成正比 带有歪染色体的测试对象 在铺路于S.E.P. 336的声音2到3小时后 会发生另一种异常现象 当受影响的测试对象到达下一个睡眠周期时 它会进入6到8小时的昏迷 而不是正常休息 在此昏迷过程中 约100公克的非必要组织 通常来自测试对象的肋骨 将完美地与受食者分离 并令人费解地增加质量 在测试对象醒来之前 转变成一个完整的S.E.P. 336-1实体 S.E.P. 336-1实体是看似随机的 由两个或多个基因上不相关的脊椎动物的接破学部分 组合成的成年雌性生物体 90%的实体包含来自下列品种中两个或以上的部分 智人 白腹准雕 高皮腹蛇 亚洲狮 猿牛 蒙古野马 以及一种未识别的野山羊牙种 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 受影响的测试对象的基因构成 与相应实体的基因构成有直接相关 研究人在进行中 这些混合种大多数在解剖学上是无法存活的 并会在两周内死亡 存活下来的实体表现出不理性的暴力 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具有较高的智慧 ASCP-336对ASCP-336之一实体表现出轻微的不屑 并且不愿谈论这些生物以及创造它们的方式 由于ASCP-336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出与基金会人员的合作 因此其这种行为的原因是未知的 附入336-01 近期实验发现 项目对微暗色体表现出科尔摩泰单体型的测试对象 产生的不规则影响 由这类测试对象形成的ASCP-336之一实体 只有智人 没有出现解剖学杂交 此外 这些实体表现出了智慧和有限的先天知识 包括流利使用测试对象的母语 这些实体中的两个被保留以用作长期研究 以上就是ASCP-336 简单的说 ASCP-336有人类女性的外形 听到它声音的女性会出现不孕的现象 而男性则会在一段时间后昏迷 身上的一部分组织会分离 最终长成一个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脊椎动物拼凑成的生物 而最后提到的科恩摩泰单体型基因 其实与古犹太祭祀有关 ASCP-336的能力与最后这部分 就是在暗示亚当的肋骨变成夏娃的故事 ASCP-336的文档其实有经过大幅的改写 ASCP-336在改写前是一位美貌的女性 有极高的智商和分析力 能力就用言语操纵他人 并且能在镜子间移动 而生活区更是有60公尺乘60公尺 装饰着音速花和白玫瑰 这位小姐你是在度假吗 这样的设定被认为泰国玛丽苏 并且在2012年分数达到复述 经历了两次改写才成为现在这样 因为利益斯在神话中的传说实在太多 从非常古老到700年前的都有 作者从新旧神话中各截取了一部分 并加上西亚神话中的怪物之母 厄克德纳贤这个SCP 而事件239-B中出现的 与Dr.Claff有关的SCP-336 是改写之前的 新版的SCP-336也把原生于 SCP-073、SCP-076、SCP-166相关的部分移除了 在神话中的利益斯 常被描述了一名在夜晚出现的危险恶魔 会在黑暗中透走婴儿 在犹太的一名文献《变希腊》的字母中 利益斯是亚当的第一任妻子 与亚当一样由泥土造成 利益斯认为两人是平等的 因此不愿意接受男上女下的提位 他说出上帝隐秘的名词 并逃出一店员 最后他成为撒旦的妻子 利益斯生下的小孩被叫做了利脸 就是所谓的魅魔 此外也有利益斯本身就是魅魔的说法 如同上面提到的 利益斯在神话中的传说非常多 甚至在一个有关吸血鬼起源的传说中 是该隐与利益斯缠下的吸血鬼的后代 该隐是亚当夏娃的小孩 利益斯是亚当的前妻 这关系也太混乱了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T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